最主要呢 還有一個 讓我在做這個過程當中呢 非常快速能夠讓整個餅皮就發起來啦 好不好 歡迎收看Cookie到你家 咦 咦 怎麼有人在探戈 裡面是誰 你猜 可以幫我們開門嗎 不可以 就被你講出通關密語 帥哥帥哥幫我開門 太有慧根了吧 這誰啊 我們是Cookie到你家 蛤 Cookie到你家 好啦 這是我家的一個角落 就是我家的廚房 哦 你們家很漂亮耶 謝謝 有在煮飯嗎 有 我一年365天 有兩個小時待在廚房 那都煮什麼類型的啊 煮什麼類型其實廣泛來講呢 我幾乎都有涉獵 但是我最專精的應該在義式料理 因為我曾經在年輕的時候在餐廳打工 然後有師傅呢 教我創意的義大利麵 我從那時候開始學習義式料理 這樣子 那你們家冰箱在哪 我們要看你們家冰箱 你們家冰箱在 這裡 哈哈哈哈 這是我們家冰箱 這個冰箱 寫得太不像了吧 其實打開後面是另外一個房子 來 我要打開給大家看啦 應該有一些光芒吧 在附近 有沒有 右半邊這邊呢 就是一般的冷藏 冷藏的話呢 我覺得 像你看 我很愛吃起司 我這邊有各式各樣的起司 有沒有 各式各樣的起司 因為起司是我非常覺得好吃的東西 還有起司的粉 在那邊 然後呢 我最愛吃辣椒 所以你看我家的辣椒呢 是各式各樣的辣椒 連那種原住民的馬告辣椒都有 好 那這樣子 我們應該知道 你們要吃什麼了 喔 日本料理吧 今天就請 小馬幫我們做一道義式的料理吧 沒問題 今天呢 義式的創意披薩 要具備哪些的這個料理的東西呢 首先喔 披薩用的起司 有沒有看到 還有高筋麵粉 還有帕瑪森起司 最主要呢 一定要打底用的這個 番茄 罐頭的番茄糊 當然你要用新鮮的小番茄 蘑菇培根 還有灑上一點芝麻葉 最主要呢 還有一個素巴酵母 讓我在做這個過程當中呢 非常快速能夠讓整個餅皮 就發起來啦 好不好 所以呢 因為軟弱 所以我們要 勇敢 我要去擀麵團啦 好 第一步 我們要先讓我們的呢 素巴酵母給它 醒起來 要怎麼樣醒起來呢 首先我們要把糖 大概一些許的糖 這個大概是差不多 喝湯的那種湯啦 大概一湯匙再多一點點的糖 倒進去 然後呢 要用一個 30度到40度左右的溫水 把它倒進去 也不要太多 倒進去之後 用湯匙把它攪拌一下 為什麼要用溫水呢 你不能用太燙的水 溫水是要慢慢的溶解在裡面 我們先把高筋麵粉 我們先把高筋麵粉 大概250克 OK 我們要做一個大概 差不多10吋左右的披薩吧 來 10吋好像有點大 先大概8分 再加上我們的 所拌好的 倒進去 我們把我們的 素巴酵母粉 還有我們所弄好的糖 放進去 最後呢 因為我們要讓這個餅皮呢 更亮 所以我們加上一點點的橄欖油 其實你家裡面如果沒有橄欖油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葡萄籽油啦 葵花籽油啦 或是一些食用油都可以 但是呢 最主要是 讓它能夠 發亮所以不要太多 一點點 我覺得 來一點好 OK好 差不多了 然後呢 還有鹽巴 鹽巴呢 大概是用到差不多 我覺得一點點就可以了 注意看喔 我所謂的一點點是大概的油 有沒有看到 大家現在有58D 58顆 好 OK 搞定了 在這畫面當中應該呈現得非常清楚 它裡面有90顆左右的鹽巴裡 然後接下來呢 幹嘛呢 好 拿我們的這個 開始要把它攪拌一下 要把它拌均 大家應該都很難想像說 我居然可以下廚 這個東西 其實說實在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剛勵的一個男孩 學廚房均質遠跑足 廚房怎麼跟男孩子有關係呢 但是經過呢 我 真的是長大了 然後呢 我很感謝上帝呢 的拯救 讓我呢 接觸了信仰之後 就變成一個比較柔軟的人 就覺得以前幹嘛那麼剛勵呢 其實呢 男孩子你看 各大的這個美食 餐廳啊 或是很多的主廚都男生 其實男生在某個方面也很細心嘛 然後我就開始呢 慢慢的 將我自己的心柔軟下來 然後發現自己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就 在去年呢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出版社找我出了一本書 叫 《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這本書很妙喔 軟弱跟勇敢怎麼會搭在一起 軟弱跟勇敢是一個相對 一個衝突的東西 好像傲慢與謙卑 無性與干涉 但是我們真的每一個人 都好像外在面 都裝得很剛巧 其實很多人呢 外面就說我沒事沒事 然後回到家裡面 很有事 所以其實我發現了呢 人最大的勇敢 就是面對自己的軟弱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軟弱的基礎 可是當你願意面對 face to face yourself 你就真的很勇敢 有沒有 就像以前人家講 知恥近乎勇 這個恥呢 不見得是羞恥 有時候就是軟弱 不願意承認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 我要藉由這本書 《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來製作這一道 非常有創意的 坊間 義大利披薩店 都買得到的 的一個創意 因為軟弱 所以 勇敢的一個披薩 做給大家吃 其實好像也沒有大家 就是我 但是我現在開始揉麵糰 我將這個所有的發酵 開始有一點點溫度了 有感覺到 有感覺出來 有感覺出來 然後揉這個麵糰 就很好 而且你知道要它出筋的話呢 一定要是能夠黏在手上 這樣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本在揉麵糰當中 你也可以思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例如說太極 有沒有 很有中國功夫的 泳衝 自己玩起來啦 開心啦 整個廚房就是我們的天下 然後這樣揉 揉麵糰 然後你越揉呢 揉得越多 讓它的這個 速發酵母呢 跟我們的高筋麵粉 能夠 非常融合在一起 造成一個非常好的發酵的話 待會你在擀麵皮的時候呢 擀一個麵糰的時候呢 相信我 藉由那個 剛剛我們加了一點 厲害的 神之橄欖油 還有90幾顆呢 我們的鹽巴顆粒呢 我們就會製造出一個非常 色香味俱全 又帶著脆感 油亮的 義大利餅皮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厲害 揉好的麵糰 現在要勇敢的把它 揉成餅皮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在一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撒上一些粉 因為要擀麵糰 就怕它黏在我們的腫島上面 然後呢 這樣會弄傷身體 所以我們把它撒一點 OK 讓它呢 不要整個沾到我們的 麵板上面 OK 接下來呢 用到我們的 勇敢 上方 擀麵糰 開始擀 這擀的時候呢 其實用點感情 你要用點感情把它擀出來 因為你會感覺說這個呢 它整個的麵皮呢 是活的 所以你在擀它的時候呢 除了把外面 裡面的空氣給擠壓出來之外 你還要反覆的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倒過來 繼續擀 其實不瞞大家講的 我小時候呢 曾經 在知名的義大利披薩店 吃過披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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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再繼續擀 起 OK 這樣就是 其實你會感覺到有一點有一點黏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各位 我的那個創意義大利的 披薩的餅皮已經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 廢 其實這是一個愛心 那雖然很難看 但待會我們抹上醬料 抹上那個食材之後呢 我們最後做一個裁切的動作 為什麼要做個愛心的義大利的披薩呢 因為我們剛好在4月10號 有一個 閃亮心希望的公益演唱會 在桃園的小巨帶 有很多的藝人一起來組成的 憲哥也會到啦 還有很多的這個 知名的歌手呢 也會到我們現場來呢 跟我們大家一起把愛也傳出去 所以呢 響應這個演唱會 希望大家趕快到 一起發光協會 來索取公益鎖票 閃亮心希望 我們4月14號見 拜拜 拜個拜頭啊 還沒做完啊 來 就是呢 這個愛心的披薩做完之後 哦 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塗上我們的這個 哦 各位 你不要看它很醜喔 它雖然有包有厚 但這就是hand make 手工最好的 好不好 要塗上我們 安捷糊 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呢 因為我是喜歡吃蕃茄 有口味中原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放上我們的料理啦 好 相傳這個呢 意大利的國名美食 披薩呢 其實源自於亞洲的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聽說以前是這個 馬可波羅東遊的時候啊 來到了中國大陸 然後呢 當地有很多的這個街邊 小事物鞭攤啊 然後有一些老伯伯在賣一些 當地烤出來的餅子 所以他們就 烤出來的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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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馬可波羅東遊可能去買了一塊之後 覺得它超好吃的 可能是蔥油餅 可能是不知道什麼 Pizza 然後他們就回去之後呢 他們就研究 在意大利就研究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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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Pizza了 好 現在我料已經放好了 準備要放進烤箱 要製作我今天這個創意的 愛心 意大利 吼 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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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 各位觀眾 好不好 因為軟弱 所以勇敢創意義大利Pizza完成了 看到沒有 但是現在還差 還有一點點沒有完成 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後要撒上 我們的高級帕瑪酸起司 讓它正在高溫度的時候 讓它的起司再次融到我們的Pizza當中 然後我是先撒第一層有沒有 然後不要忘了 旁邊還有我最喜歡的芝麻葉 芝麻葉要撒在上面 好了 各位 真正的完成了 不得了了 因為軟弱 所以勇敢 創意義大利Pizza 就此大功告成 Cookie到你家 小馬創意義大利Pizza 因為軟弱 所以勇敢正式完成了 這麼好吃的一個Pizza 不能說我做好吃 一定要請到一位超級重量級的品嚐家 來品嚐我的創意Pizza 邀請到全台灣最美麗的太太 最美麗的CEO 我太太 太太 沒關係 卡到了是不是 因為這是卡提諾嘛 對不對 偶爾說不小心被線卡到的是正常的事情 我們就很自然的 好不好 看到沒有你老公做的創意的Pizza 愛心 愛心 看得出來喔 而且你知道我們現在太太的身懷六甲 現在已經有小孩子 我們有一個尼希姆 一個小妹妹在肚子裡面 未來我就要帶我們的女兒 一起來做Pizza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還蠻喜歡吃Pizza 有 感覺上是不是 那你敢嘗試嗎 可以 那你不要因為我是你先生 你就隨便講出一些浮誇的東西 我可能有專業的指導對不對 誰 誰 你專業的指導嗎 就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師父而已 你真的到現在 你還不相信這是我做的 好啦我相信 這真的是我做的啦 來 大家我第一次吃 我們去吃喔 沒關係 我來幫你切一下 最快 有沒有 最快 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因為我們去年不是出那本書嗎 好 我把它夾在那裡 好不好 上面還有芝麻葉 芝麻葉是有這個 這好 裡面有陪割一根番茄 現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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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要不要做一個計時到高 好 捷徑的到高 感謝主 好 好吃 很特別 好吃嗎 對啊 這是小番茄 對啊 那是鴨蛋 好不好吃 有juicy的感覺吧 那個餅皮厲害吧 那是你喜歡一個薄的餅皮 對不對 嗯 厲害了齁 好吃 唉唷 有過關的感覺 換我也要吃一下了 我呢 就要狠狠的 其實是大塊 因為我現在孕吐 如果不好吃 我就直接吐了 所以真的是好 拜託你忍住 我就拜託你忍住 我們難得Cookie到你家 我小肉伸手 你就說你要吐 像我對不對 顏面盡失 來 各位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說我要吃啦 我愛吃啦 怎麼可能少了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最厲害的 義大利的一個配料 就是Tabasco 對 接下來換我要吃了 我有點緊張 把他全部吃完了 吃吧 蠻有趣的 沒味道 好感受 真的好吃啦 真的很好吃喔 好好吃喔 愛心是做給我們的嗎 是做給我的嗎 對 真的嗎 愛心是 給有愛的人 知道就有那分心 好不好 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非常成功 不是我在誇獎我自己喔 真的很好吃 我好開心喔 因為我沒想到廚房那個冰箱打開來 直接弄弄弄弄弄 我們居然可以處理一個 對啊 因為蕃茄是昨天的那個 嗯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呢 我覺得如果說你想一盞 一盞你的廚藝的話呢 一定要來 到這個Cookie到你家 有沒有 阿滴用Cookie到你家 去抱你 今天非常開心呢 我們來 你們到我們家來玩 我們玩得很開心 然後呢 為了讓大家呢 能夠有一些禮物可以拿 所以我這本書 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裡面有簽名 好不好 簽名三本 好不好 答案就在這一集的當中 我們就送給大家我這本書 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希望呢大家能夠藉由這本書 找到面對自己軟弱的勇氣 OK 然後呢 再次謝謝Cookie到你家 今天來我們家玩 讓我跟太太呢 耶 能夠在網路裡面跟大家見面啦 然後這一道料理呢 我今天做法很簡單 如果想要學習的話 其實在家裡面自己就可以做了 OK 所以呢再次謝謝大家 而且4月14號 我們呢 愛在4月天所舉辦的 不是 一起八況所舉辦的 閃亮希希望公益演唱會 我們桃園小巨蛋 跟大家見面喔 好不好 太太 最後Ending交給你了 你要做給媽媽 做給媽媽OK啊 媽媽一定很愛你 好謝謝拜拜 再見 好不好 拜拜 真的好吃啦 不騙你